Chi Ngo Chi Ngo Chi Ngo 各位觀眾您好 很高興又到了我們三財漫談 現場佛意的事件 我是何古東 在這裡先請請請問 是啊 這個之前有很多觀眾朋友 一直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名字不好啊 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改名字 是的 我常常讲说 你这改名字 事实上一点效果 不一定有 怎么讲 你又不是把自己 来一个脱胎换骨 让我自己恶作新人 把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譬如今日生 让自己恶作新人 特别的 把你自己本身 来一个新的感觉 事实上这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讲 你不改名字 只要把心情上 再做一个调整 你肯定会有效 为什么 就是我把自己 来做一个装扮 把自己的心性 把自己的脾气 把自己的毛病 来做一个调整 更重要的是 你要主敬存存 什么叫主敬存存 也就是 最起码我身要亲 我心要亲 然后我吃也要亲 这个木翼再戒 让你自己木翼再戒以后 然后把主敬存存 我们讲 这个脱帽读书 魂箱独一 你要真正 这个魂箱祭祷 让我们这个心相一柱 直接透久消 让所有一切的过往神奇 都能够了解 你本身 真正的来做一个调整 事实上 我今天特别要提到 心简素食 心就是要革心 那你不断的是 果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让你自己不断的 把你的概念里边 每天都有进步 你不是要跟谁比较 跟自己比较 你超越自己 就是进步 超越昨天 就是进步 所以你要心 心是要怎样 要不断的来创新 来把自己来做一个喜心敌利 不但要改脱换面 而且你本身也要有 做心灵上的准备 然后我今天要做计划 做什么计划 我总不会是老是臣服的昨天 尤其是到我们今天 今天是怎样 我们要除旧不新的这个年头 这个要来改变一个新的 这个所有一些 这个思维 计划 昨天 这个经济搞不好 我今天要把它搞好 昨天 我这个环境里面弄得不干净 我都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 我的心灵里面好像有很多污秽 总是想 这个想占别人的便宜 得到别人的好处 那我今天不 我重新来了 重新再改变我自己 然后这就是心 这个心最主要是让您有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你假设你真的是改名字了 你要恶作新人嘛 我们假设你要福慧双修 你要修福也要修慧 所以你的患难于心 这个是心的 所以心是怎么样 要不断的革心 我们要革命 我们讲革命是要破坏 要先有建设或有破坏 其实先有破坏再有先建设嘛 这叫革心嘛 我们讲革命 革谁的命 革自己的命啊 我们自己本身就有天命啊 你要征服别人很容易 要征服自己是很难的事喔 所以以圣人之道 来要求别人来教别人是很容易的 以圣人之道来要求自己来教育自己 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心啊 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个新的正确概念 然后这个才是啊 我们创新的这个进步 简要简单嘛 其实啊我们不是很环复 你从今天开始起 把那些啊 这个很啰嗦很麻烦 很环复很无悔的一些事物 把它割下来 简单 像我们要继个旅行啊 哇这个很多东西 又要带日常用品啊 又要带很多的书本啊 要换很多的衣服啊 还要带好几双的鞋子 你看轻轻框框 哪会简单啊 理行就是简单的 几个细软 准备一个白金卡 或者一个这个passport 一双鞋子到哪就很自在 这个要很 这个简单的呀 简单是我们内心里简单 我常常讲啊 执行道场 什么叫执行道场 直接了当 那一些事情我也不扭捏 我也不做太 所以有人讲说 哇这个要修行 如何修行 我说不对啊 道不用修 但无造作 没有气象 没有生死心 什么叫造作 扭捏做太啊 哎呀繁复的都不是啊 然后让自己啊 负担很重 地之轻者啊 这个会 苍无疑啊 水之轻者啊 是苍无疑啊 地之慧者是多生物 那但是呢 我们要越来越简单 让自己 越简单啊 你是越好 所以心灵简单 直接了当 你跟别人的符号 往来的沟通 要是越简单 你当然好 速 要很迅速 当断则断啊 我们常常讲啊 这个有人改名字 改好名字以后啊 还是要试看看 我试几个月 我试几年 我试几天 这个都不需要 要很迅速啊 我们讲 哎 这个当断不断呢 反受其乱 你会受到它的乱啊 所以 这个改名字要怎样 要很迅速 速 把你自己啊 又很切实 很实在的 很迅速的 赶快 当断这断 这个是 三千环老师 这个也很多人 把回教 有没有 回教啊 不是有一个可兰经吗 一本可兰经啊 然后 有一把利剑 把这个利剑当成说 哎 这个是杀敌人的啊 是当屠刀 其实啊 我们这三千环老师 就要用什么 用会剑来断 这会剑是很快的 吹划断 吹毛断划 你把这个毛划 放在这个剑的上头 这么一吹 它就断掉 所以怎么 这是很迅速的 速就是快刀 转到麻的意思 这个快刀 断什么乱麻 我们内心里边啊 有多少的乱麻 有多少的怀恶 有多少的 滋滋妈妈的事情 要 当下就要咬断 这个我们常常讲说 放下土刀 可以立地成佛 为什么放下土刀 可以立地成佛 把你放下的放下 把你放不下的放下 把你放下的也放下 所以那个时候什么 你什么也没有 那唯见以空 空无所空 空空空虚无 那么这个叫战然残疾 如果这样的清净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得道 得道啊 是虽民得道 是实无所得啊 是位化众生 我们要让众生来调解说 哇 这是一个有道高人 所以 强民也得道 所以虽民得道 实无所得 位化众生 是名为得道 这个叫做得道啊 所以 其实没有 你把自己放空啦 现在马上就放空 不是我们股票要放空 是把我们心境放空 信无所值无所挂碍 所以我常常讲天野空啊 地野空啊 人生渺茫人在其中 金野空是银野空 石后何曾在所中 田野空是地野空 千年土地是八百祖啦 石后换掉多少祖人翁啊 那么我们讲金野空银野空 石后也不曾在所中 对不对 所以 人生啊 犹如彩花风 彩的百花 沉密后 你看 已经沉的密了 到头来呢 也是被人类拿走了 到头仍然一场空 所以你要不是能够很迅速的 来做一个了断 来一个体认 常把使念挂心头 那你会真的很辛苦 为什么我们讲 常把使念挂心头 我们很多人放不开 哎呀我有什么方法 我都放不开 我怎么能放得下呢 我说不必啦 你想看看 你待会啊 就要死 问你 你放得下吗 你一定放下来 反正你要死嘛 有人说哇没有时间 哪有什么没有时间 当你要死了 什么时间也没有 只要把这个使的念头 挂在你胸中 你时时的警惕自己 本来人生是无常的 为什么人生是无常呢 简单说嘛 三寸气寨是一般用 一旦无常呢 是万事修 一旦无常来啦 什么事情都修啦 那个时候 你放不放下 你当然放下 而且要迅速放下 你放下以后 才有真正的快乐 迅速回归了自己的本然 所以你要搭本 要还原 要让你怎样 有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个叫做环谱归真 你要迅速的把自己 给做一个 妥占的安排 所以我们安顿自己的身心 是非常重要 以前张良 他不是崩高 可以影响到整个天下吗 可是他后来 自行疯到你溜的一个地方 他讲了一句话 多言人嫌啊 少言吃 我讲很多话 人家会嫌我啰嗦 我不讲话 人家说我痴呆 多言人嫌 少言吃 这个负招人厌 贫招贱 你富有 人家讨厌你 人家嫉妒你 那你贫贱的时候 你没有钱的话 人家就看不起你 恶招人厌 这个你是恶人 人家讨厌你 善昭期 你是善 人家就欺负你 所以是自然啊 才能够合天机 青山不管人间事 沥水啊 也能许识会 欠君啊 说时安身处 摇头摆手啊 说不知 所以你要很迅速的 来放下 好 这当然是很重要 所以他只有他一个 可以训免一难嘛 你看你跟着这个主 有没有用 没有用 高无了境哦 是粮工藏 狡兔时 这个左果就喷了 所以人啊 只要看清楚这个 你迅速的放下 不为民利亚来胜拔 肯定是不错 然后再来你就是要 实在的 就是实在的 去做明想做的事情 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 切切实实 君子仁啊 此其言而甚其行 这个比 你这个话 比你的这个行为 讲得太过了 所以此其言而过其行 那当然这个是不好的 来 这个是您很实在的 你自然啊 得到别人肯定 我们看一件事 台北的杨泰 杨泰你好 喂 来杨泰 留你一下 好 老师好 你好 术月银 蛤 朱 朱啊 朱我的朱 蛤 朱我的朱 朱肉的朱 朱我的朱 朱二的朱嘛 不好意思 朱 朱什么 对对对 朱什么 月银 蛤 月银 月亮的月 月亮的月 英国的银是不是 对对 它几年次 英国的银 是几年次 二十四年次 二十四年次 朱朱的哈 好 几月 三月五号 三月五号 什么时 呃是 三月五号 晚上 晚上 晚上几点啊 呃 五六点吧 晚上五六点 晚上五六点哈 五点到六点 蛤 好好好 就这样嘛 没错哈 好好好 呃 您想知道什么 我运气啊 蛤 每年都运气 每年都运气啊 运气 每年都运气 其实我跟你讲 属猪的就怕这个鹰 鹰不是有一个叶 也不是有一个大吗 猪要大的话呀 就要被宰哈 人家说 诶猪啊 猪啊 你是人间一道菜 人肉不吃 我不宰 一刀让你去讨宰 所以到完疫以后啊 这个鹰子啊 对您来讲啊 从腰以下 到腿 到膝盖 都不好 有吗 有没有这个现象 蛤 腰腿连膝酸 蛤 这个肯定不好 膝盖 对 腰腿连膝酸啊 这个让你的伤脑筋 了解了 所以这个到完疫啊 这个鹰子不可以 以书来讲的话 夜来讲 这个影响还不大 所以您本身很帅直 从以前到现在 都很帅直 对不对 可是影响到 你的鼻子 肢气管跟肺部 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您的鼻子啊 您的肢气管啊 跟肺部 从年轻就不好 到了晚年以后 这个您的脚 膝盖 腰 那更不好 您清楚吗 好 就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这一次啊 那还有那个 我看你那个声音好大呀 你离开电视啊 好像特别近 看电视 你只要用话筒啊 电话话筒跟我讲就行了 好 好好好 明白啊 不好意思 电话 还想知道什么 还想知道什么 哈 那个 哈 那个 哈 好啦 没关系 我跟你讲哈 你等到啊 往后 我们去摘接日 你再来问我好了 好不好 问的比较清楚 你这个问的哈 就是航母绒统不太清楚 好不好 好啦 祝福你哈 谢谢来电 好 是我们刚才接着是 南投的许仙 许仙你好 老师你好 不好意思 来让你久等来 你问谁 那个我叫 徐仁良 哪个人 仁爱的人 仁爱的人 动粮的粮 中粮的粮啊 你贵根 我今年 65年次的 好 65年 几月 10月初九 10月初九 农历的哈 对 什么时 晚上 晚上大概是9点到10点之间 啊 害时啦 你想知道什么 老师是动粮的粮哦 动粮的粮啊 我以为这个粮好了 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是想问自己的事业 还有那个 以后的婚姻这样子 婚姻啊不好 他没有结婚这样子 婚姻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属龙的嘛 对对对 这个人有两个人 这个许有三个人 总共有五个人 是 这个龙啊 遇到这个人啊 是 它就退革 你是奇异人中龙嘛 那遇到人以后就退革 所以这个不好 这个粮的话 你看这个龙经常被雕刻在粮的上头 所以这个粮是使龙 对您的事业来讲的话 经常是 做很多计划 到后来就不见了 很多计划 计划的人很周详 可是要是被人啊 这个给你打断 你重新就再来过 就没了 这样子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时候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可惜啊 所以您这个格局里面啊 一生啊 也要到外地去打拼 要到外地 不适合在家中啊 不适合 您这个住南投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个不适合 你要到眼地去发生 家族企业这样子也不适合嘛 您做哪个事业 是有点类似像服务业这样子 服务业不适合 不适合啊 对 你本身也是要走宗教 走哲理 走贤学 走医事 走餐饮的 这样子啊 对这个会比较好 要不然的话 您这个恐怕要靠口身材 靠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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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sales啊 这个您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 其他事业的话恐怕就比较难 可是像那个观光这方面的呢 观光那里要做sales啊 sales啊 对啊 你要做祥导啊 做引领嘛 对不对 这个还好 这样子 靠口身材还可以 不过如果说你始终在你原来的故乡 那恐怕你就会很乌准 做得很乌准啊 不是你想像这么好 对对对 所以乌准的意思你懂了 我懂我懂 这个要花伤脑筋啊 很多事情都要 用这个脑筋急转弯 才能够有事业做 老师那这样子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当然有啊 你走宗教以后整个就不一样啊 走宗教 走哲理走贤学走宗教好不好 这样子 对好就这样子啊 祝福你谢来电 好 我们刚才见的是桃园的江太太 江太太你好 你好 是江太太你那个画面看得到吗 看得到 哦来 那你要问谁 我儿子 江什么 江 江圣哲 哪个圣 华盛顿的圣 哦 华盛顿的圣这个圣啊 对 一个圣有没有 哲呢 对对对 哪个哲 哲学的哲 哲学的哲 他几年次 七十四年 七十四 属牛的 属牛 对几月 三月二十七 三月二十七 对卯时 卯时啊 对 我跟你讲这个圣对他不好耶 这里不是有一条狗吗 啊属牛的跟狗就会换三型 三型就会口舌是非都 然后加上这个口的话 这个牛啊有这个口 他就负担很重 所以啊 以整个格级来论的话 这个名字都不是很好 虽然这个七话这个十二话 这里有一个十九话 很有智慧啦 而且这个长相对他也不错 但是这里有一个三观 三观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食伤太重 有多少 全部都负光光 所以这个哲也不好 肾也不好 所以这两个字来讲 对他来讲是不好的 明白意思吗 对身体对学业的不好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 主要是格局都不好啊 那改名字可以吗 可以 我跟你讲 他本身啊 这个孩子本身来讲的话 对 他是 这个所谓 很浪漫的情怀的人 所谓浪漫就是 在家里面 阿邦啦 以后长大以后 在家里面要做 桌布 桌布 出外还要做勒手 内外要兼顾 又要管理 又要管外 是内外兼顾的典型 所以他这个太杂杂 杂杂 然后他内心里面啊 有很多口舌是非 有很多的优异 有准 没地方去申诉 没有地方去讲 这个很可惜喔 好不好 那改名字以后就改善 不是 我跟妳讲 你看我今天的主题 都是讲要 要出旧布新 要心减素食 对不对 那个才能够 让他有所改变 如果光是改个名字 我跟你讲 我不敢跟你保证 那我跟你讲喔 你今天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正好到你们桃园去办 一天的再建日 你知道吗 桃园哪里 在平正嘛 就在平正 就在平正而已 好不好 你可以跟他们联系 带着孩子一起来 让他能够脱胎换国 我想是比较好 好不好 所以我比较主张的 是从心理上来做改革 不是从文字里面来改革 从心理就可以改吗 当然心理来改革 要比文字改革要好啊 有人问我说 你讲了这么多 你到底讲什么 我说一定要从心理来改革 他说我讲的是一个 跟道常有关的事物 人家问我说你道常在哪 我说道常在我心中啊 对不对 你这个心中要没有道常的话 你到哪都不好 从心理改 不要改名字无所谓 无所谓 好 好不好 好就这样子 来祝福你啊 谢谢一天 是的 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要把它强调 强调什么呢 也就是说让我们从内心里面 来做一个心灵的改革 不要从文字里面做改革 如果说你做文字改革 你心理上完全是不动于衷 有没有 肯定没有 所以啊 重点在从喜心革面 把你那个心 来做一个彻底的改革 你看我们眼神里面 如果你很高兴的时候 眼睛会讲话 如果你内心要是不高兴的时候 你眼睛就很哀伤 一定是很凄凉的 你眼睛再漂亮 都会是很丑陋 都很不漂亮 所以这个心啊 影响非常大 一个人人心里面 他从他的眼神里面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心理是怎么样 所以啊 以前老夫子 叫人家看相 他说 事其所谊 观其所谓 察其所安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事其所谓 他是看他为什么所以然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那事其所谓 察其所安 他所到底在哪里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只要看他的眼神 观其磨 这个人眼神 他只要是高兴 从眼神里面 他会讲话 他会笑 这个人很优异 你从眼睛里面 他就有愤怒 为什么 表现出来嘛 所以我们讲 眼睛是我们的 灵魂之窗 他透露我们的 灵魂的信息 所以看眼睛 这个人大概啊 八九不离十 他的内心的心事 是无以遁形 所以我们改一个人的心 你从眼神里面 就召唤出一个 节亮 很敏捷的感觉 如果这个心没有改掉 还是眼神啊 就会很聊 什么叫聊 不清楚的样子 所以一个人的心事 他能够仰不愧天 扶不坐地 从哪看 从你眼神里看 所以看一下没什么 来 这个撇步 你把它记起来 你要看一个人的富贵 看他的手脚 他的脚尖手油 这个人一定是富贵人 看这个人聪不聪明 看他的眼睛跟耳朵 人家说聪明在耳目 你看看这个人 事业怎么样 看他的精神就知道了嘛 这个人精神非常抖唆 赞赞有神 非常赞瘦的 那么这个精神一定不错 他的事业呢 一定是任打不倒 我将在一起 所以你看看 从哪个角度 你来看一个人的精神 就这样看得有啊 所以一个人的事业 不必问我啦 你问你自己都知道 你这个 一点精神都没有 整天 这个稀里哗啦的 你会做好事业啊 改名字也没用 所以你今天要让自己 能够在事业上 在社会上 更加有 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您的精神 是左右 你以后前途的一切 所以你就要什么 就要有您的价值观嘛 从您的价值观里面来做调整 从您的新事情上来做调整 那么肯定 你会有不错的 我们经常说 在那些新年头股里面 新家年头 让大家有这个 敌力自行的这个感觉 让我们每一个人继续 明明不明 九十二年多 就是我们要 打拼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然 我们事业 我们的家庭 可我们周到的一切事物 都会不错的